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视频呢是我们的李小龙对阵蜘蛛侠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战视频啊这一场的话李小龙将迎战来自美国的蜘蛛侠啊这个美国蜘蛛侠也是大闹李小龙的这个拉斯维加斯拳馆 小龙出手相助啊来保卫自己的这个拳馆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的啊 这边的话由我们的裁判介绍一下两位选手啊当然了两位选手都是很重量级的选手啊这边李小龙啊这边的话蜘蛛侠两位都是在美国世界有极其影响力的一个 存在啊这边美国的蜘蛛侠就是想到今天也休假啊居然有功夫来到李小龙这个拳馆进行一个踢馆也是来自这个美国的纽约啊6.1英尺153磅这个选手的话也是体型非常的瘦弱啊但听说蜘蛛侠这一拳很多的这个蹲的力量啊一拳好几蹲的力量就是很恐怖啊 那他今天这个面罩也是很酷炫啊也要摆了个pose这边的话我们的李小龙龙哥自然不用多介绍了我们的UFC创始人而且还是节圈道之父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李小龙的存在啊 太过于强劲了这个存在太过于强劲了这个存在 不死这Dragon力李小龙 这边的话我裁判把两位选手叫到舞台的中央啊进行一个规则的讲解由我们的呃这个巴菲特布鲁斯啊进行一个采访这边的话两位选手也是听完规则之后顺索回到自己的位置准备开打今天比赛了 好的那么比赛正式开始 上来的话双方是有来有回啊你一拳我一脚 哎呦猪虾这是一个跳梯很有技术含量 这边的话拉开距离回踢 哎呦一个西点正中李小龙的这个下巴这一下有点伤 两发冲拳回旋踢 踢到对手的下额 抱住李小龙的右腿李小龙的话这边有点尴尬直接被摔倒 双方也是缠斗的很激烈啊李小龙缓满站起之后想要挣脱猪虾的一个缠暴 成功冲突漂亮这一下的话很稳定 哎呦冲爆直接把李小龙爆倒了这边的话是进行一个压制性的攻击啊很危险啊李小龙这边缠住了 哎呦这边有点难受了 两发重拳转过来李小龙是占据上风了但是他却放开了进攻这个是为什么的可能是自己的一个自信 两人这边一个左踢腿直接是达到对手的美股 两发重拳再中又是一个右踢腿我的天呐这一轮的连续进攻大的支柱下是头昏脑上 拉开距离回旋踢又中对手的下巴 oh my god 勾拳回撤两发重拳打出去想要吸点被对手直接推开 哎呦这边李小龙的进攻是遭受到了一个挑战啊被对手阻挠的很恶心啊这边李小龙进攻很很难更啊很难更 很难攻了现在一个跳踢之后 实际上迅速拉开一发直中拳再次一个回踢 漂亮直接踢倒一发重拳两发重拳三发重拳 oh my god 李小龙在一瞬之间完成了比赛的一个结束 终结掉了比赛在一瞬之间啊太快了 这个就是李小龙的速度世界级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回旋踢踢踢倒瞬间踢倒了然后瞬间跟上三发重拳打倒击击败啊直接是带走了 wow 可以说是鬼影迷踪啊 这边踢倒之后迅速跟上三发重拳我们的裁判也是迅速的跟上啊致死李小龙这边太恐怖李小龙这个速度 哎呦我的天呐恭喜龙哥再拿一胜这场比赛赢得太漂亮了啊非常精彩 我们一看到全场的比赛中双方选手都是在进行一个博弈 你攻我防啊你防我攻这样的一个进攻套路是我们最喜欢看的那边是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